对父母是对父母也可以 爸爸妈妈 我不好不对 都可以忏悔认错了 譬如说对父母 我们可以说 爸爸妈妈是我不好 我做错了 这样就是对父母忏悔认错 父母对儿女也可以忏悔 师父对弟子也可以忏悔 父母对儿女一样可以忏悔 师父对弟子也可以忏悔 我班里小小里有一个老师 在二十几年前他结婚的时候 是我替他争悔 后来养了很多小孩 这小孩都不很贵 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不要吃 这个菜不好吃 就是每次吃饭 堵着怨恨 这个爸爸就知道 现在的小孩真难叫 告诉我 我说你以后啊 你向儿女认错 跟他们忏悔 他回去吃饭的时候就说了 他说儿女们 爸爸没有用啊 赚不了多少钱 不能买好的菜给你们吃 就是不好吃的饭菜了 对不起你们 哪里知道那些小孩一听啊 哎 不会啊 爸 你好能干 你很了不起 好吃好吃好吃 哎 这个菜汇就这么大 容易受到效果 好似我以前所办的学校 曾经有一个老师 他在二十几年前结了婚 还是我去证婚的 他就生了很多小孩 但是这些小孩不乖 很难教 特别很喜欢选择饲宅吃 每次去到每一餐饭吃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怨恨心 就说这种菜不好吃 那种菜不好吃 做爸爸他觉得很难教 就走来问我应该怎么去教仔 我就去教他 就说你也可以向子女懺悔 认错或者是有用的 于是回到家就立刻对子女说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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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爸爸没有用 我不能够赚很多钱 买些好菜给你们吃 现在这种菜那么难吃 真是对不起是我不好 谁知道那些子女听到之后 态度就改了 就说爸爸不是啊 这种菜很好吃啊 我们很喜欢吃啊 由此可见 懺悔的力量真的很大 如果夫妻之间可以经常互相认错 认错忏悔呢 就可以增加增长感情 如果做部下的经常向上司 认错忏悔的话呢 也都容易升官的 对于善友善知识啊 都做到有个认错的心啊 比较容易镇压友情 比较容易镇压自己的平等啊 对于善友善知识 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这样呢 去忏悔认错的话呢 那不单只可以增加友情 而且还可以增长我们的品德 我看到现在的人啊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他要保护自己 人家的画面又是我 他就赶快说 啊不是这样啊 啊我怎么了 我怎么样 就是不肯认错 难道不肯认错就能胜利吗 我看现在的人 最大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太过于保护自己 那人家要说自己一样不着的地方 都还没说完呢 就立刻说 哎呀不是这样啊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这种是不肯认错 一个不肯认错的人呢 是不能 难道你这样死不肯认错 你就能够得到成功胜利吗 如果你一旦有着罪业 罪业是要通过 忏悔才能够消除的 除了刚才认错的方法 忏悔以外 立功 就是我有了功语 有了功诺 这个罪也会减轻啊 除了刚才所说的 认错的法门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立功 我有了过错 如果能够立功的话呢 我们的过错也都可以减轻 法愿也能灭罪啊 法愿一样可以灭罪 例如一把盐 放在一个茶壁里 哎呦 咸到那个水都不能喝啊 就好像说 我们用一堆盐 倒下去这个杯里 那么这杯水呢 就会咸到喝不下口了 加了一把盐 把它放在一个水港 一个大盆子里面 可能都不咸了 但是同样一堆盐 如果我们是放在一个大缸 大盆里面的话 那里面的水可能 根本就不觉得咸 罪业的盐 遇到大远的水 可能那个罪业 就不会太大影响 我们罪业的盐 如果遇到是大远的水的话呢 那我们这些罪业呢 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立功劳可以灭罪 立功劳可以灭罪 所以功德 比方说 一块田地里面 哦 种了花啦 无垢啊 哎呦 那个杂草 也可能一起都长起来了 不过 我一直在除这个杂草 那我们的功德的荷苗 我做功德 荷苗长大 功德的荷苗长大了 那个下面又有一些杂草 它对我们的荷苗 也没有影响力来 所谓的功德呢 也都好像是 我们在田地里面耕种 我们种下了鲜花啊 五谷啊 但是杂草 也都会一起在那里生长 那我们就应该是很努力地去 去除杂草 那漸漸呢 我们的和苗呢 是功德的和苗 长大了之后 成长了之后呢 下面再生一点的杂草 都影响不了我们的和苗 这样呢 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这个忏悔啊 从杰力门来忏悔 从功德门来忏悔 从五神门来忏悔 所以我们说的忏悔呢 可以从戒律门来忏悔 从功德门来忏悔 以及从无生门来忏悔 这个罪业啊 罪业本孔 有形造啊 形容 灭死 罪业无呢 所谓罪业本由 本空由心造 心又灭死罪业无 所以我们中有一些罪业 在分门里面 不是严重的问题 对了你每天的罪业啊 只要坑得忏悔 就能灭罪啊 所以呢 纵然我们有一些罪业 在佛门中呢 都不算是很严重 因为只要我们肯每天忏悔呢 就能够灭罪的 但是灭罪呢 在佛教里面 这个忏悔 也不是说随便 啊 这个喊可好 就能忏悔的 它终着要 翻入忏悔 就是你要表白啊 你把它放在心里面 人家不知道你的意思 这是不够的啊 但是呢 我们说要灭罪呢 的忏悔 也都不是说 随便喊一下口号就是的了 我们是要发怒忏悔 也就是说呢 是要将我们的忏悔 是表露出来 如果只是藏在心里面 那样是不算的